好的 下一位演员 掌声欢迎妞妞 大家好 我是妞妞 我也是一个全日之女说事 我之前一个人在上海居家了两个月 怎么说呢 我现在特别热爱社交 因为一个人居家真的非常难熬 我之前完全不会做饭 有人问我说你一个女孩子 难道之前没玩过厨房玩具 没玩过过家家吗 我也玩过家家 但因为我从小就话少 又懒得动呢 我都是演爸爸 我妈也经常劝我 说你要学学做饭 但对我来说 做饭很难有成就感 因为你饭做得再好 都很难把劳动成果留存下来 我妈说 但几年前还出土了 几个未进南北朝的饺子 我说那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它好吃的话呢 当初根本就不会被剩下来 总之我平时都是点外卖 真到自己做的时候 才知道和别人差距有多大 别人都会一些拿手菜 会说这个菜我特别拿手 我只能说这个菜我非常棘手 除此之外我还会一些烫手菜和切手菜 除了操作上的困难 我还缺乏常识 我在家用平底锅 小心翼翼地做了一周的炒鸡蛋 才发现 要做一个成型的鸡蛋饼呢 是要加面粉的 我知道了这个诀窍 又把饼做得太厚 那天我打开一个五分钟快手菜视频 然后在厨房里忙活了两个小时 最后做的那个鸡蛋饼 外焦里生 外面已经焦黑了 切开里面还会流汤 外有致癌物质 内涵沙门适菌 我的朋友听闻了我的试迹呢 都说我是绝命厨师 总之短短两个月的时间 我烧坏了两个锅 手机进水了一次 煎个鸡蛋 还把美气灶的灶眼堵死了 我总结出了规律 我干的活越多 我家能用的东西越少 我的朋友都很担心 我说你小心点 别把家给点了 我说放心吧 灶眼已经堵死了 最让人挫败的是 经历了这种种的困难呢 我做的饭仍然非常难吃 每天我做饭两小时 吃饭十分钟 洗锅一小时 谁能想到 这其中最煎熬的 竟然是中间的那十分钟 厨房在文艺作品里 是世俗和平庸的象征 但我们都误会了 厨房是个非常危险的地方 厨房里有刀 有火 有油锅 你们知道哪里还有这个配置吗 地狱 这也就是我对厨房的感受 我也理解了 为什么大家去这两个地方 用的动词都是同一个 所以当别人问我 你下厨房吗 我都会说我下地狱 我每天要下三次地狱 我一个人住嘛 我不下地狱 谁下地狱 我才做了几天饭就崩溃了 我又一想 妈妈做了二十多年的饭 我心里现在想起来 就会觉得很崇敬 有人问我说 那你现在一定很想吃到 妈妈做的饭吧 那倒也没有 我妈做的饭也不好吃 我在上海还要给我爸点外卖呢 也有朋友安慰我 说你不会做饭呢 正好筛掉了一批 不合适的男生 我说对 我筛掉了一批 需要吃饭的男生 教育部发布了 新的劳动课程标准 从今年九月起呢 小学六年级的学生 也要会做三道家常菜 怎么说呢 我想生孩子 你们也知道 我们的比赛压力很大 所以我昨天请了几个演员朋友 去我家吃饭 时间应该也差不多 我今年的策略就是 要想避免他们站起来挑战我呢 就先让他们站不起来 我来之前还想 我的稿子里有地狱 会不会太沉重了呢 但今天看到这个舞台 所以我现在心态非常的平稳 我只有两条路 晋级上天堂 淘汰下厨房 上天堂 谢谢大家 我是王老师 你最后就是想送她上天堂 是吧 对 我觉得就别受罪了 这娘娘就是有意思 就是因为光听 感觉不是说笑话 但是你越听中间那些笑话 就感觉就特别狠 一刀刀刹炸就有意思 我辈儿喜欢 就是我喜欢她这种慢悠悠的 然后那种 突然狠一下 对对对 然后她去年说那个老虎那个 你记得去年太清楚了 那点 我好厉害 我喜欢你们那个杨波 盲盒那个你说反 反盲盒 结婚那个最反叛 去年说那个老虎那个 武松那个特别好 你学做菜应该也是从 这些网络媒体上学吧 那怎么会那么难吃呢 我也非常困惑 是会不一样的 每个人的手势不一样 就是按着那个放呗 因为你会手忙脚乱的 就是手机它视频 你暂停要配那个料 然后你手又粘的什么都是 然后它又吸瓶了 你要把它点开 然后菜都进锅了 然后非常就是难 对 就这玩意儿真的比考北大难吗 难太多了 我好难相信 有的人就是做饭真的很难吃 没事 我们希望真人秀的朋友 能拍一集 王建国教鸟鸟做饭的 好吧 我是想做个炸酱 然后我觉得请一个专业的厨师来 会比较好 我的那个方子是五花肉结的那个一样的丁 咱先放油 肉烧热的炒肉 黄酱和甜面酱的比例 三份黄酱一份 重计的就是油要稍微大一点 你熬的时候要不停的情况 已经出锅的时候把大酱片都剪出来 这都是怎么记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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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酱面的这个肉丁要稍微大一点 有点热的 你别摸 你别摸 我太难了 有点大了 我稍微小一点 这不熬后面容易糊底 我们也恭喜鸟鸟获得四灯 成功晋级升上标榜 谢谢大家 我也要走 哥哥 我也要走 四灯直通我有点没想到 因为我感觉中间有一段 我有点紧张 就是我觉得我当时表演的效果 也并不是我最热的一次 不太开心 其实 鸟鸟是出乎意料的好 他讲他不会做饭的东西 就是他真实的情绪 把情况和地域联系起来 会让人感觉到很开阔 我很喜欢